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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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貼上水果月曆的紙箱 統統推倒在地來表達不滿 數十位來自全台的台灣斗立鎮農友 六號上午在楓原上一齣水果行動劇 來抗議水果月曆打亂台灣水果的行情 我正副度啊 副度流量啊 當然煩惱啊 這裡補到每一行 因為補一行 每一行都掛下來 每一行都在這裡 外送就是每一行吃啊 路邊就不要啊 在中間夾小賣 我們就無法吃飯了 怎麼怎麼會安裝外送 會不會啦 會不會啦 黑白布 黑白布 如果真的按照小英的訓練症 剛來走的話 即使這所有的水果年財值會 減省多少錢 70億 但它送是相丟嗎 這樣相丟嗎 幫台灣水果止血 台灣斗立鎮團體 這次以一家一斤住果農 一人一姓勸小英為口號 一方面呼籲民眾以合理的價位 來消費台灣水果 另一方面則是大聲呼籲小英 好好檢討所提出來的農業政策 就是鍋農 挺鍋農 要希望就是一人一斤 一家一家一斤來住果農 就是說希望我們消費者 能夠幫助我們農業的果農 一家如果買一斤的話 我們這個果農就很好過日子 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訴求 就是我們希望那個蔡英主席 好好再思考一下 就是說 他的十年政綱裡面的農業政策 關於到我們的EFA跟WTO的議題 未來如果他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開放下去 我們受衝擊的 有三千多億 有統計的一個數字 政策全政策 不要為我們高農 和我們高農 任路 插插 盡量不要嚎笑 這幾個 兩個 這不可憐 一家爪生日就二十幾個 運費就要扣十幾個 還負負的錢 還補負的錢 還補負的錢 為了強化這次的訴求 台灣斗力鎮也以稻草人為形象概念 除了製作高兩樓的稻草人看板外 也把縮小版的稻草人放在宣傳車上放送 希望以口號和行動來喚起社會大眾對果農的重視 記者的禮將台中踩到